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程车给撞上 交通局现场会看之后 已经恢复行人穿越道 保障行人的通行安全 近期有外国网友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自身出车祸的经验 表示在新京龟山区大同路的时候 被一辆右转计程车撞倒 不仅膝盖受伤 甚至还弹到人行道上 造成身体多处的差错伤 实际询问当时目睹的民众 表示当时听到声响跑出来看 除了有计程车停在路中间 还有人跪在斑马线上 就是那一天他为什么走路会这样 就是那一台计程车就是刹车 刹车他就倒下去 我跑出来看 他已经跪在那个中间了 跪在那个斑马线那边了 交通局工程科长解释 这个路段的车道配置比较特殊 只想在尖峰时刻造成回堵的状况 在议员的陪同下才决定图销行人的穿越道 透过增加红灯右转转用道来缓解交通 那这个路口呢 其实当初是有一组行穿线的 那它是一个四个方向都有行穿线的路口 那只是因为在今年年初呢 因为那个路口的一个地理位置 跟它的一个车道配置呢 其实比较特殊 那因为大同路在中和路跟中心路一段 那个路口的接扩是非常的短 那以往呢 中心路一段要左转大同路之后 就会遇到大同路跟中和路的红灯而做停滞 那造成它一个回堵的情况 为了预防事故在发生 交通局已前往现场挥刊 并恢复行人的穿越道 交通局表示 如果民众有觉得 需要调整的行人穿越道 交通局会尽速的派员评估 确保行人安全性的权益 苗栗县竹南镇民族街暗藏危机 就民众反映 自来水 污水管线凸起外漏 晚上视线不佳 恐怕影响安全 在接获反映的苗栗县议员邱玉欣 邀请工程发包的竹南镇公所 以及管线相关单位现场会看之后 以厘清相关责任归属 至这已经施工完毕的水沟 诸呼不满的抱怨 外路的管线不仅难看 还很危险 你一开始是好好的东西啊 对不对 你开挖以后 你说清水沟 这样子算是清 这样更 石头掉到水沟里 是清水沟吗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问包商说 他只有做平的啦 我说那你这样说搞不好 你一开始知道说你做平 我不要你给你挖了 竹南镇民族街水沟工程管线外漏 疑似施施工之前命未通知全者单位 导致自在水沟水管线突起 民众一直认为说他们当初的斜坡道 他们做了已经三四十年了 那工所现在在做工程的时候 应该是要把斜坡道恢复啦 可是照我们知道的法规上面 工所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属于工有地的部分 他们把它敲掉之后 他们只要复原工有地的部分 接获成情的县议员 邱与新邀请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虽说受影响的住户只有五户 但因为地点就位在人来人往的市场里 安全不可以不留意 希望自在水公司跟那个污水下水管的部分 可以先让他把这些露出来的管线啊 跟那个水管的部分 让他跟路面先切齐 让他先平才不会导致有用路人经过的时候 会跌倒受伤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所要的任务 那至于他们现在 用户现在在争取的斜坡道的部分 斜坡道的部分 我可能还会再跟工所进一步来研究 为顾及通行安全 优先请施工单位将路面切齐整坪 而第二阶段再协调在法规可行之下 如何修复原有的斜坡 改善行人用路安全 新竹县竹东镇中央市场 每天涌入人车潮 交通混乱 建工所针对仁爱路做了三项改造 包含将车道从3.5米缩减到3.2米 让车辆减速 也增加了曹化线和停车阁 更加宽人行道 让人车通行不打结 买菜民众替着大包小包采购 竹东中央市场每天进出人数众多 也带来大量车潮 周边交通常大打街 正工所就向营建署争取经费 做道路改善 白天市场的关系 非常多的人流跟车流 导致交通上面非常的混乱 并且也缺乏了我们的一个 人行的空间 再来道路的品质 也因为这个柏油路面 有老化破损的一个状况 其中包括了一些路口的改善 以及行人空间的一个建制 市场前仁爱路进行三项改造 包含车道瘦身 画上缩小标线 将3.5米缩减到3.2米 视觉效果让驾驶放慢速度 也在路口画草画线 转弯车更能注意到行人 以及新增停车格减少围停 也加款绿色人行道 让行人走在内侧更安全 购物更方便 从它原本的车道是3.5米 我们把它缩减为3.2米 并且把这个所腾出来的空间 我们来规划行人空间 也就是人行道有1.5米 另外也在路间的部分 来规划停车带 来供7机车来做停车使用 有人行道就不用走外面 走里面比较方便 但是这样子大家就是 可能买菜大包小包 这样也比较安全吗 对对对 未来也将继续宣导 用路人正确交通观念 不要用杂物占据人行道 让民众走在马路上 不再危机重重 台中清水熬峰山公园 绿叶成印 步道长满了青苔 尤其在下雨天 更容易导致滑岛的意外 为了安全起见 明代向官吏局反映 要求清除青苔 再铺设650米的阶梯 总经费大约200多万元 日前动工 预计在9月底前万工 敖峰山公园内 有高大树影遮蔽 是民众运动休憩的好地方 但因日前连日大雨 导致青苔生长迅速 日前连日大雨 导致水泥坡地打滑严重 就有民众向明代反映 要来尽快改善处理 如果在这个登山步道两侧 做这个护栏 当然可以让我们民众 这个运动的时候更安全 但是也有民众反应 跟我反应就是说 如果能够做阶梯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善方式 工人在清洗被青苔布满的水泥步道 尤其近来经常下雨 走在青苔上很容易滑倒 真的好危险 老年人跟小孩 然后那个行动 你就是安全要注意一点 熬风扇运动公园内的登山步道 是许多民众践行运动休憩的场所 日前就有民众 因青苔导致陆滑 发生多起跌倒案件 虽然从110年起 就以分段进行改建 但滑倒意外人层出不穷 经明代反映 预计将在最常发生事故的地段 铺设650米的阶梯 也会在讨论后 考虑设置增设护栏等其他设施 试作工程时间一个月左右 预计在9月底前完工 总经费约200多万 雨天过后 就是我们那个步道会拧拧 目前有一个工程 有在派工 他可能有做一个 把那个铺面改成石板的 他可能预计大概 在一两个月会完工这样子 改善登山客的登山安全性 地方争取改善运动休憩环境 增设阶梯清除青台 就是要保障民众来到 敖峰山公园可以更安全 苗栗县消防局强化救灾性能 以及效益 包含建置陡坡训练塔 可模拟车辆翻覆 立坑抢救等情境 另外也新创了穿刺苗 可以应用在深层燃烧 除能涉事灾害 以及电动车底盘冷却器 可以减轻消防员 近距离灭火的负担 在倾斜陡坡救援伤者 苗栗县消防局建置陡坡训练塔 模拟突发情境 本县呢 就是有可能有在木材厂 然后跟在山林的一个地区呢 那都有车辆去坠落在边坡的情形 那最后在边坡就会有 这个车辆的不稳固 以及车辆的移动 那如果说效用人员在 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去无法 去固定我们的车辆跟救出我们的人员 所以我们的训练科 他才会有这样的构想 去建置这样的一个场地 主要是结合我们绳索的救援技术 跟车辆的破坏技术 那打这两个技术结合之后 才可以运用在 我们斜货车辆的一个救援 训练塔地上四层 总高度12公尺 可以模拟车辆翻覆 立坑抢救等状况 此外消防局也新创穿刺苗子 提升消防人员安全 热水山的掩埋场 在资源回收场 像大火这种山里会长 他会长时间因为燃烧 完全产生氧化氮 还有最主要硫化氢 这两样气体 都会造成消耗人员的中毒 尤其在夏天 消耗人员穿潜护装 还有所谓PV就是空气平面 才能避免吸入性的中毒 但是没办法长时间拿苗子 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窗 用我们所谓的窗式苗子 就直接插在里面 那人就可以撤离 那就可以长时间冷却灭火 人不用在上面 避免中毒跟热衰竭 另外因为电动车也成为趋势 也设计底盘冷却灭火器 那为了因应电动车火警 因为它几乎是要发很长的 8小时时间差很没有 那我们发现底盘冷却器 直接有底部 我们的底盘冷却灭火器 就在底部从放针 少许多放针 发现它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避免消耗人员长时间拿苗子 避免风险 灭火救灾 不止受住者平安 也要保护消防员 期待设备应用增添救援安全性 哇 我长根也要长超人 长根超人一样吗 请你跟我这样做 几手过马路增加能见度 走这边比较快 我哪 这样穿过就好了 稍等一会 五湯黑白过车路 我们走万买山很安全 部长 赶时间吗 不急 路口减速有够赞 平浪新冷才最棒 路口要安全 车辆慢看停 新冷停看厅 我超想看的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不要走 蛤 走回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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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走 истор 为什么 西竹县 新逢江坡 河头与港 北侧御沙严重 南侧观海提岸 则是软石多 沙滩短 乡公所就会看要将堆放的5万立方公尺的淤沙 移到红毛港提案来养滩 打造玩水区增加观光新亮点 一望无际的新丰观海大道是县内热门景点 但海岸卵石多沙滩短 乡公所就沿逆北沙南运打造玩水区 身后可以看得到都是石头 那现在因为这个变化之后 我们现在要北边的清淤的沙 拿来南边这边养沙 所以我们只要林务局同意 那我们县政府同意 那我们的沙就可以从北边清淤的 坡头渔港清出来的沙 我们可以带到南边我们新丰溪出海口 来到坡头渔港县堪 因为西部海岸线淤沙严重 县府十来年将鱼港清上来的沙 堆在防风林旁多达五万立方公尺 向公所希望移到鸿毛港关海提案来养滩 得先喊请林务局同意 再向县府申请 而附近自行车道 近两个月就有四起流浪狗咬人事件 加上垃圾污染环境 希望与林务局协调如何改善 这附近因为林务局的地 那管理不当 所以造成这个垃圾 还有野狗咬人的事件呢 频传 让乡公所这里 做好各方面的管理 等于中央地方可以协调 那让我们的很多的民众 还有游客来这里骑自行车 或是来这边看海景的时候 能够有安全 不要被野狗咬 所以这个管理非常的重要 才能带动地方的发展 将喊请林务局 盼能将油气区的垃圾枯枝 交由商工所维护管理 各单位也都乐见 关海提案的养滩计划 要来创造观光新亮点 上周连日大豪雨 导致杂草生长迅速 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 就遭到民众投诉 园区内杂草丛生 就怕滋生并没闻 记者实地走访现场 却发现确实有部分的区域 杂草大约30到40公分长 但是管方强调 每天都会派人维护 后续也会加强管理 工人推着除草机 忙着清除杂草 这里是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 外围的开放空间 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和步道 是不少人散步休息的地点 不过近日有民众反映 这边环境有待改善 当然有除过这边漂亮多了 然后这边是杂草丛生 草这么长 其实是真的是有一点 不太好看 那小孩子的皮肤比较嫩 那如果是被蚊蚤叮咬 尤其是又是登革人的话 他们致病率会非常高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 能够定期的清理这边的环境 实地走进国美馆的 碑林广场一旁的花园造景 就是民众投诉杂草重生的地点 但管方强调这块区域 并非开放给民众进入的场域 再加上最近这一个月 台风季又经常下雨 就算园艺公司每天派五到七人 进行环境的维护 还是赶不上杂草生长的速度 本管是委托专业园艺公司 定期处理园区的一个植物 还有草皮养护工作 那园艺厂商的一个工作人员 每天除了除草以外 他还要负责除虫清扫 还有养护草皮等等相关工作 那本管的园区广阔 占地有10公顷 那园艺公司他会定期的分区 进行这个维护 包括除草这个部分 那本管因为环保的因素 也不可能允许厂商 去使用这个除草剂 那近期因为雨水丰沛 所以草生长得很快速这样子 那我们后续会再请这个园艺公司 再去加强维护处理这块 官方强调委托的园艺公司 固定每两周会进行整理 后续也会再加强要求 维护园内的一草一木 台中同纵合医院 西手中心大学 在沙路区进行的造林专案 将在明年三四月间 种植0.86公顷的相似数 大约1500颗 预计将会为地球 吸收327公吨的二氧化碳 共同为2050净灵减碳 尽一份心理 水壶向下浇灌 代表环境永续的仪式 这是同综合医院 洗手中心大学农学院 在今天举办的植树碳会 宣誓典礼 藉由绿色医疗带动地方 进行减碳活动 达成2050净灵碳排的目标 身为地球的一份子 我想应该是尽一份心理 我们这个百物医地已经放很久了 我想说就找中心大学专业团队 来把这个地方做一些造树 种树造林 然后让这个附近的居民 可以享受一些 这个类似公园的感觉 同综合医院秉持绿色医疗 与环境永续理念 将在沙路三名路段 规划植树造林园区 种植0.86公顷 约1500克的相思树 这个树种的特点是耐寒性强 耐瓶级且靠锋利强 适合海线的气候 同时生长迅速 未来预期将会吸收 327公吨的二氧化碳 预计在年底前 进行4到5个月的除草 明年3到4月 植树节前后 就会种下满满的相思树 那我想要怎么样减碳 或是怎么样减少用电 它有很多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净零排放这四个字 其实不只是减少排放量 那最重要的就是 还要增加碳吸收 那增加碳吸收的方式 其实也不多 那其中种树就是一个方式 那最主要就是改善 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 那植树 那更进一步希望减少 这种所谓的 这种天然的这种火灾 造成的空气污染 爱惜环境仍仍有责 这次植树计划 不仅带动地方自主进行减碳 也为沙路区的永续自然环境 尽一份心力 环保永续的议题 越来越受到关注 桃园市环保局 邀请专业团队 用海洋废弃物 在民众洽工的区域 打造以山海桃园 为主题的大型艺术装置 会思考的墙 邀请洽工民众 反思环境永续 与平衡的重要性 随着环保议题 越来越受关注 桃园市环保局 邀请澎湖海漂实验室的 唐彩玲老师 在民众洽工区域 用海洋废弃物 打造装置艺术 主题是山海桃园 除了美化墙面之外 还希望创造出不同 氛围的办公空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场域以前是我们的法院跟地检署 那其实它比较给人家一种比较刚硬的感觉 那局长 那去年我们环保局跟大队进驻之后呢 他现在是环保行政园区 那局长呢希望说能够创造一个比较软性 然后有文艺气息的一个办公空间 唐老师的老家在桃园中立 基于对故乡的情感和使命感 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发挥艺术家的创意 用海岸废弃的渔网绳 漂流木和塑胶碎片 在墙面上创造了三大主题 让垃圾化身为艺术品的一部分 那它最主要呢是呈现三个主题 首先呢是我们的桃园的拉拉山 然后后面是我们那个桃园的环保局的一个 代表的极强动物是我们的猫头鹰 然后另外呢 它在利用观音的一个灯塔 还有我们的藻礁 来行售我们整个桃园的沿海地带 环保局表示 以往工部们几乎都以平面输出的方式宣传 这次置入艺术及生活的概念 邀请团队进驻 希望透过艺术 唤起参观者对海洋生态及环境保护的省思 未来也将逐步在各空间进行改造 增进与人们之间的共鸣 进而主动关注永续环保议题 有全台最美水资中心美名的龟山 文青水源水资中心 在国际设计大奖屡获夹击 这一次又荣获了德国IF设计奖的肯定 文青水源水资中心 在国际四大设计奖当中 已经获得了三座 而这也让国际见证了台湾设计的能力 桃园市水务局局长刘正宇将德国IF设计奖的奖牌 带给桃园市长张善正 而这座奖牌已经是龟山文青水源水资中心 在国际四大设计奖中 所获得的第三座奖牌 水资中心创新的设计 可以说很少了各大国际设计奖 世界上有四大的设计奖 包含德国的红点奖 还有日本Good Design的奖 以及美国的工业设计奖 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IF奖 我们得了其中的三个奖 美国工业设计的大奖 是因为我们资格没有办法参加 假如我们资格符合的话 那这个四个大奖应该都可以得到 文青水源水资中心的设计 是采用莫比斯环循环不息的概念 这里不只是一座公共设施 更是一座多元的教育基地 同时也翻转了污水处理厂 给人的刻板印象 我们这个是一个夏澳市的水资中心 那把原先是一个林密设施 我变成是一个毗林设施 那可以变成公园 那很多因为临近A7的 这个四大合一住宅的话 只有一条街 所以全部地下化的话 那原先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 一些嫌恶的这个 不管说臭味或者是一些 这个进出那全部都是在地下 文青水源水资中心 积极参加国内外各个设计大奖 屡屡获得佳基 这除了是对市服品牌设计的肯定之外 也让国际见证到台湾设计与创新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左转完 在可以直接左转的时候 应该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 就打左方向灯 然后查看照后镜并摆头 确认左方没有来车 才可以变换至内测车道 主席说的没错 进入路口后 要骑到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 转之前呢 要特别注意对象是否有来车 如果有执行车 一定要让他先走 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 才可以起步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67岁的陈小姐 在2020年出现了复眼 鼻腔出血等问题 原本以为是鼻痘感染 接受手术 但却没有改善 转诊到台中荣种 诊断出是罕见的免疫疾病 肉牙肿 并多发性的动脉血管炎 经过免疫风湿以及感染科 多团队治好美菌感染 稳定控制中 67岁的陈小姐 在2020年突然出现复眼 幼眼肿胀及鼻腔出血 原来以为是鼻痘感染 接受手术 但却没有改善 梁主任的这样吸心照料 我就治疗默菌 然后透过治疗默菌之后 他又发现我的免疫系统 其实是有问题的 后来透过他们跟 免疫风湿科的这样合作之后 他才整个 我才整个控制下来 转诊到台中荣种后 发现同时存在肺部及肌肉 神经病障 经过综合临床表现 免疫检测等 诊断出罕见的免疫疾病 肉压肿病多发性动脉血管炎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在台湾的发生率为 百万分之零点三七 可能有发烧 肌肉关节疼痛 或者呼吸道等 全身性的症状 经免疫风湿专科 感染科 多团队治好默菌感染 目前稳定控制中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怎么样去 辨识这样的病人 然后给予适当的这一个 诊断跟治疗 那我们台中农种耳鼻活部 特别是在我们的鼻科 那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相当多年的 累积的这个经验 在临床上保持警觉 然后呢 也比较不要因为 科别的特性 而只注意到 它在局部的表现 那当你有怀疑的时候 赶快去寻求 其他团队的建议 然后增加一些检验 来佐证你的这个判断 然后咨询就是 例如说我们有很好的 免疫科的医师 有很好的感染科医师 他们会提供我们 应该要往哪些方向 再多做一些探索 中荣引进 默菌定量PCR检测 可快速的诊断 及治疗默菌感染 要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新北市双核医院护理长 观察刚胜育的妈妈 补育母乳 由于时间长 或手插针管 而手臂无力 造成婴儿衰弱 哺乳疹的情况 因此特别研发了一款 有安全带的 安育哺乳疹 让妈妈们可以放心 解放双手 安心为难 方形的哺乳疹 比一般坊间贩售的 哺乳疹后时许多 最明显的是 多增加了一块复诊 可以安稳卡住 刚出生的婴儿 让妈妈安心为难 这是双核医院护理长 开发出来的 安育哺乳疹 所以我又做 这个移动式的 那个哺乳疹 那这个的话 就是可以靠在 那个宝宝的 那个背后面 那传统妈妈为难 就是用手抱着宝宝 有时候会一个 30分钟 50分钟 长期间 这个手真的很酸透 还有大夜班 因为它两三个钟头 比较近来喂奶 大夜班的时候 它可能松手 小孩子就掉下去了 那所以这个 那个复诊的话 可以靠着宝宝背后 那里面打开个包巾 就像那个安全带一样 可以包着宝宝 万一它松手了 宝宝还是包在 那个枕头上面 不会掉落下去 发明最轻巧的是 稳固宝宝的复诊 内部是一块 附有魔鬼毡的包巾 与安育诊上的织带相结合 包巾包住宝宝后 就像安全带 把宝宝固定在安育诊上 不会掉落 妈妈大可放心未母入 那现在就是生育年龄又高 那有的可能手上还有针头啊 高血压的那个妈妈 其实她根本没有力去抱住宝宝 那还有就是 她不敢抱宝宝之后 我们再跟她做一些护理指导 她很害怕 她就一直抱着宝宝 她也没有听 没有心听你讲话 那有一个枕头之后 她可以安心抱宝宝 安心未来 那你就跟她讲未教 她也可以安心注意听 使用过安育哺乳诊的妈妈 对于哺乳诊的固定性很放心 未母乳时还有空能接听手机 那因为她可以很好的 支托我的手 所以我整个人都可以 比较放轻松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真的好像有支撑到 之前好像只是靠着而已 那另外是这个复诊 她也可以就是帮助我 靠在上面 所以我甚至两只手都可以放开 这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用 因为其实他们有的时候 不是好好的喝奶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帮忙 瞧一下她的头 就不会手忙脚乱 那或者是突然有讯息 有电话也可以再接 这样都很方便 妈妈们多了一项选择 让宝宝可以安稳的 在华里吸奶 不用担心长时间喂奶 发生宝宝掉落的风险 苗栗县环保局为了强化二手小物流通 和妇女福利服务中心合作 妇女中心整理出一处二手小物区 考量人力问题 希望民众捐赠衣物用品都是状况好 堪用 民众前来可以直接挑选 让二手物有更好流通 全新的牛仔裤民众可以挑选带走 苗栗县妇女福利服务中心 也加入二手区的行列 当初其实这个二手交流站是那个环保局 这边来先跟我们联系结洽 那他很希望就是说 在苗栗其实能够有遍地开花 所以那时候他就选择了我们妇女中心 是不是能够这边有一个据点 然后提供的就是一项 对于我们苗栗县民众的服务 那他会期望是说 家里有用不到的东西 就是还可用看用的 然后拿过来之后呢 那有民众有需求的部分的话 他就可以来我们这边领取 原本的走廊全能展示区 妇女服务中心和环保局合作 成为县内的二手小物流通点 收取民众提供的衣物之后免费赠送 这段期间不止裤装 还有上衣内衬都有人捐赠 妇女中心考量人力问题 收取的物件希望接近全新 我们在招募这些物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脸书会公告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希望提供的物品 还是真的是能够使用的 然后衣物的部分 目前我们比较暂定 就是以新品为主 就是比较穿不到的新品 那就是需要我们整理的 因为我们妇女中心 目前没有所谓的 自工的伙伴可以协助我们整理 所以我们现在 希望的是说 他捐赠过来之后 其实我们放上去 民众就可以来领取 特别整理平台 让民众方便挑选 也让二手衣物有更好的流通 礼办成了临时收容所 台中太平区长翼里 常常民众在附近捡到 走失的小动物 小狗 鹦鹉 兔子 这一次又来了乌龟 通通送到了礼办好热闹 民众洽工服务 还有小动物陪伴 里长呼吁四主要看好宠物 以免成了礼办的座上宾 礼办前好热闹 民众纷纷围观 主角正是里长手中的 这只乌龟 惹得他好害羞 躲进壳中不敢见客 太平区长翼里长林勇流 日前接获民众 在附近捡斗的走失乌龟 好心收留 也成了礼办的小娇客 当然很处理 百里很敢有 不要发现啦 但是要说兵兵 他比不走出来啦 比不狠狗 对啊 不会狠狗 那头的村子很猴狗 猫啦 猫也很多啦 乌龟啦 黄金水也有啦 你看 那翔狗 少黑狗 还有兔子 鹦鹉 短短半年内 这些都是民众识货的 这次又来了讨喜的发财龟 李明还会准备菜叶 也为时抢着互动 要带他出去散步晒太阳 不过里长还是呼吁四族 要看好自己的宠物 以免成了礼办的座上兵 这乌龟来差不多有五六天了 我们就泼上网 看谁会来认领 还有兔子啦 很多住此类的狗啊 猫啊 还有这个 还有猫整个窝来 上次一家来 害得我都要买那个 猫的那个笼子 狗又不喜欢猫的笼子 又有狗抓狗 又买狗笼子比较大 什么笼子都要有啦 就是我要买笼子啦 做什么 每天要给他吃高丽菜啦 我发觉他就很喜欢吃那个硬材 翻开脸书公告 大声呼唤乌龟的主人 你在哪 礼办意外成了走失动物的收容所 帮四主照顾迷途的小宝贝 一张张主人找回宠物的照片 令人倍感温馨 住宅区旁水镇边的机灵地 如何能够规划呢 苗栗县苗栗市青年团队 选定校园周边水镇旁的机灵地 邀请民众9月24号前 一起来想象讨论 将空地打造成什么样貌 团队也会将此民众的期待 向机关以及命带提出 苗栗市文化国小周边的 尊沟旁有一处小面积的 机灵地 苗栗青年邀请民众想象规划 9月24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一个叫做 机灵地一起机灵一下 因为其实在苗栗市 有很多都市空间 它可能还没有被开发 或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它可以有哪些应用 例如在文华国小东侧门旁边 有一条正沟旁的机灵地 它是小朋友日常通勤的路线 那在这边呢 它杂草现在比较多 那有时候晚上光照也不足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 来让它怎么样去做改善 或是在这周边 目前有很多的建案正在改 这边有没有可能变成 民众休憩的一个绿地 也是可以一起来去思考 机灵地被住宅区包围 虽然空间不大 却是居民行走必经之路 长久以来没有特别的规划 瑞次在地青年发起活动 邀请中部的青年团队 带领居民想象讨论 不论是游乐场 休憩区都能发挥 未来也会将这些意见 向机关传递 在这一次这个机灵地的工作方当中 同时我们也额外还有跟 联合大学建筑系一起来合作 学生来去讨论出更多可能性的方案 这些可能性的方案呢 接下来都会来去跟 其他更多的民代议员来去讨论 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民众想法 由下而上的来去跟我们的执政单位 县府或是水利署来提出建议 先住的机灵地也许做些改造 就能替生活加分 就带大家加入讨论 一起来激荡脑力 拜拜 奶奶 我是让你勤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红绿灯挤来车 听车辆警示音 再走行穿线 就是斑马线啦 哎哟 行人评看听 才是安全好习惯 我们是钞票 刚刚从中央银行诞生了 从此我们将为人们服务 大家会用我们来购买东西 可是人们常常不太爱护我们 请不要随意搓揉 折叠 把我们丢进洗衣机 也不要在我们身体上涂鸦 做记号 请将我们整齐地放在皮夹内 如果您有过多的纸钞 记得存到银行 安全又赚利息 经过整理后 就有干净的钞券可用 钞券代表国家的形象 按习行抬币 大家一起来 搭公车就能够玩透透 新竹县政府鼓励长辈 不要宅在家里 多到户外走走 就精选出了七个乡镇 共拒十条的特色轻旅行路线 能够走生态古道 也能够品尝客家美食等 首发十八位的长者 就来到了新国社区 一起运动唱歌乐活健康 长辈们排队坐上市民公车 新竹县公车踩点教育体验轻旅行 首场来到竹北市新国社区 在七个乡镇 规划了十条的轻旅行的路线 那么最主要就是 透过可以大众运输 然后结合了社区的发展协会 在社区来规划 这样子的一个轻旅行活动 我们特别鼓励年长者的朋友们 你们大家都可以主动的来揪团 斗伦里爱林社区18位长者 下车后徒步来到新国活动中心 参加培力育成中心 盘点的十处社区DIY体验轻旅行 与在地22位长辈一起唱歌 做运动也共享午餐 只见阿公阿Po伸展筋骨 跳起健康操 也拿色纸折纸爱心 考验手眼协调还能锻炼脑力 可能到出来社会之后 就没有动过折纸这个动作吧 所以说有 不是 不是有一点的 非常深色 对线都对不好 折也不知道怎么折 不过还好有老师指导 非常好的体验 比如说像我们南平社区 它最近就是水梨的季节 那他们就有这个水梨的披萨DIY的部分 那像这个其他南平社区 它可能有一些这个 就是客家美食的体验的部分 我们长辈们都可以走出户外 大家互相这个结伴成群 或者是说据点之间做一个交流 全县共有104处长照关怀据点 精选10处特色社区 有古道客家美食 也有赏银茶席文化 邀民众搭公车 一起深入客庄社区来游玩 种菜不一定要弯腰 台中市龙井区农会 就带领社区长辈们 将菜种在了直升墙上 方便长辈们不用弯腰 就可以直接采摘种植的成果 同时农会也利用地瓜 玉米笋等当季农产 把食材变成了美味料理 不仅自足 还能够为弱势团体一起分享 学员摘下亲手种下的蜗具 蔬菜怎么长在墙上 这其实是农会 为了方便长者们 弯腰种菜摘彩不方便 而设计的直升墙 规划这样子一面墙 它是控制的 然后就是把它设置成这样子 让我们有一些有机的一个蔬菜 也搭配我们家政教室那边 每个礼拜的供餐 让我们自己的有机蔬菜来供应 那当然它也除了美化环境之外 让我们的长辈 又回到年轻农耕的那个 快乐农户的那个一个现场 就把它回归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 只增强的蔬菜 让他们吃起来 也是一个实在地 又是自己亲手耕种 那吃起来那个 对没有农药 就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蔬菜的话 这样子的话 他们吃起来也非常的健康 那他们更有成就感 过去务农必须蹲下弯腰 不少阿公阿嬷大喊腰疼不方便 农会为了鼓励老人家退休后 走进社区而研发植生墙 体验另类的农作管理方式 现场还有准备当季农产地瓜 玉米笋等食材 结合开心农场与植生墙的蔬菜 在周一至周五准备20个便当 分享给当地弱势族群 生根在地食农特产的同时 也训练长辈们的肢体灵活度 这个就是像我们年纪大 我们膝盖就没那么好嘛 就蹲下去的话 哭下去又要爬起来就比较难 所以我们在那边 它就有比较一个高台的地方 我就是站的 那我们来这边的话 我们就站着就可以坐 所以我觉得我们农会很贴心 我们这种年长者 而且它就有做很多方面的这种 让我们来做疗愈的 栽培的那个高度 绿色照顾计划 让阿公阿嬷在退休后 走入社区活动 筋骨体会自足乐趣的同时 也能帮助需要的人 台湾市大戏月媒社区长辈 跟着烘焙师傅李汪熙 学习制作中秋月饼 从揉面到包线全程体验 长辈们不只学做月饼 他们也经常聚在一起 互相交流 学习制作各种美食 中秋节快到了 大溪月媒社区 家政班的学员 齐聚在一起制作月饼 家政班的学员们 平均年龄77岁 逢年过节 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制作美食 久久做一次 然后来汪熙又有教我们了 然后我们越做越有成果 那今天做得不错啦 大家都你看做得都 很漂亮很快 比以前快多了 以前还没有那么快 现在做得很快的 做得很漂亮 教导学员的是 从事烘焙业40年的李汪熙师傅 长辈们在李师傅的教导下 将酥皮和油皮揉和 把乌豆沙切分搓圆 再包上金黄色的蛋黄 最后送入烤箱 就这样完成了制作月饼的全部流程 蛋黄酥的话就是油皮类的 它是油酥 然后用乌豆沙 然后蛋黄 那这个蛋黄酥 整个过程的话 前后等到冷却 差不多要两个半小时 越美社区家政班的长辈们 各个都是家中的大厨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互相切磋拿手菜 也会在各个节庆 制作应景的美食 长辈们能动手学习制作各种美食 体现活到老 学到老的快乐 苗栗文旦幼正值产季 位在主要的产区 西湖乡的湖冬休闲农业区 结合农村再生社区 办理了幼乡西湖食农教育 推广活动 集结在地的果农 推出了小农市集 透过钓柚子游戏 增填趣味也拉抬买气 钓鱼不稀奇 钓柚子好玩又有趣 趣味的游戏 令展授现场环小声不断 也成功汇集了满满人气 注销正值产季的西湖乡文旦幼 湖冬休闲农业区和在地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 幼乡西湖食农教育推广活动 将小农市集拉到国道西湖休息站 白摊充满气 消费满一百块 我们就会送给他一张游戏券 那这个游戏券就可以去我们的游戏区 玩钓柚子的游戏 那限时一分钟 那一分钟内 他只要钓到几颗就全部带回家 那我们的球池里面 至少有五家不同我们的果农 提供的柚子在里面 每颗柚子上面都有贴果农的名字 那这个就是希望说 他们带回去之后 他们可以品尝 各个不一样果农 他们种出来的文旦柚 它的风味可能有点不一样 往年展授市集 多是选在西湖乡在地的社区 或者是游客中心 这回改在国道休息站 难来北望的游客 更是多远 却是达到了旋转效果 我们西湖乡就是柚子山 也出产了西湖文旦 也蛮有名的 而且我们在地的持农教育 一直以来都有跟西湖休息产业合作 那今年我们是跟西湖一起办活动 选择在这里 往年我们都在那个龙透产品那边 今年会选择在这里 是不同量的推广 也不同量的感受 端出雄气的柚子 在地农民用心种植出来 请Zandel的文旦佑 吸引来往的游客 而趣味游戏更是处使消费者 能够停下脚步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 苗栗的西湖文旦佑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新北市永和民权社区发展协会 承接老人福利联盟 孤独处方间计划 开办缠绕化课程 吸引了长者们出门跨出孤独繁离 绘画让长者们沉淀心情 再透过志工关怀 说出心中的郁闷 疏解心情 那现在还有空位 我们把杂挤进来 我要被他挡住了 对不对 没关系 就这样 可以吗 可以啊 你看 他可爱哦 老师指导缠绕画画法 运用简单可爱的图形 让长者试着填满空白画纸 永和民权社区发展协会 开办缠绕画课 引发长者绘图兴趣 透过绘画沉淨心情 在做的时候蛮平静的吧 什么事其他烦恼事都不会去想 也不会想说 我有什么超烦的事情啊 干嘛呢 孩子怎么样啊 那都不会去想 我们这个年纪了 就是当下老师教我们的话 我们的心情就会蛮好的 协会承接老人福利联盟 孤独处方间计划 运用课程引导长者走出家门 再透过志工关怀 让长者逐渐吐露心声 跨出孤独繁离 因为我们算是孤独老人啦 孩子都长大 他们都在外面啦 那我们在家里 如果有病痛的时候 心里就比较不舒坦 那有来这里学学什么 精神愉快 这些活动 对我们身心都感到 收获也很多 身体也 使我们身体也都 朝着健康方面走 透过缠绕化 让长者沉浸心灵 分享内心情绪 再结合医师建议 让长者健康在地安老 我们透过缠绕化 让他心静静下来 然后在课程完之后 我们志工在访训的时候 很多的长者 然后就是会去 谈出他心里内心的事情 也因为这样子 透过这心灵照顾 让我们的长辈 然后心里有个疏发 疏解 而且又透过这个课程的补聊 我们还会找我们的医师 来协助我们这些长辈 让他们在心里 有达到他们心里 可以真正的安心 那这样的话才能达到 长辈要在地安老 活跃老化 永和民权社区发展协会 开办各式免费课程 提供社区长者学习 相互陪伴 民众可以协会洽询 课程内容 丰富晚年生活 新路基金会高雄分会 特别以一起去旅行为主题 举办亲子彩绘展 展出20幅不同帐别的亲子画作 期盼借由艺术创作课程 引导障碍青年从绘画当中 表达内心想法并且获得成就感 也鼓励照顾者 可以在创作当中获得赎牙 无论是将参加 妈祖绕境的回忆 和妈妈一起完成 这幅Q版的妈祖画作 还是将喜爱的交通工具 画下来 就连代表充满生命力的火荷花 都是来自新路基金会 孩子们的画作 让他先用铅笔 然后像脸啊 我们会借由一些辅具 譬如我们会先割那个版型 然后让他可以靠着稍微可以围着 其他里面的细节 像颜色啊 我都会让他自己选 他很喜欢坐车啊 所以说有时候会坐公车 有时候会坐轻轨 因为在家里附近啊 就是很方便啊 比较熟悉的环境 这个画其实很热情 觉得QQ就是一种艺术 然后每一次跟我妈很久以前去看过画展 艺术创作可以引导障碍青年 从绘画中表达内心想法 并且获得成就感 新路基金会在疫情过后 特别以一起去旅行为主题 举办亲子彩绘展 鼓励障碍家庭可以透过画笔 从事旅行的美好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智能障碍朋友啊 可以透过画画这件事情 或者是运用各种媒材的一个创作 是能够帮助他们就是有一些身心灵的调试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输压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手部功能 也许可以透过这个部分 还有一些训练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跟大家分享这样他们的一个创作 这个成果 其实也让他们获得很好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对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部分 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 发现说我们的智能障碍朋友 经过一些引导啊支持 他们其实也很有一些创作的一个能量 藉由在城市中日常的观察体验 以绘画的方式来呈现 不仅在孩子们的身心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肩负照顾压力的照顾者来说 也能够从中获得输压 他如果常常画的话 就会挑选不同不一样的那个颜色的变化 所以现在慢慢来 他就会接受了一些很多的颜色的刺激 有一个成品出来 然后他的确是会比较有信心的 虽然他不是很大型的 可是我觉得孩子他看到作品啊有展出 对然后下一次 这就是一个累积一个好的经验嘛 对然后再隔一年 如果又有相类似的 他就会说好他要参加 可以去这样子画图 他就不会说他们可能没家 没事在家就只看电视 他一画画下去他可以画很久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成就感很好 而且他那边也认识很多朋友啊 开展仪式上新路基金会的孩子们 也用手语演出幸福的脸揭开序幕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20幅不同障别的画作 即日起在高雄市立图书馆 文化中心分馆展出到10月1号 欢迎民众一同来和创作者分享生活的喜悦 青壮辈版画艺术家李明阳 投身版画创作30多年了 9月在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了创作展 主题以物语为发想 自创新的创作手法 将新旧手法相互混搭 呈现这一次版画的风格 今年9月版画艺术家李明阳 推出全新创作展物语 从纸张的制作到上色 都是老师亲自完成 以丝画和堆叠的方式 做出层次感 增加观众看展的乐趣 观众可以从45度看 正面看 跟左右两边45度正面看 会感觉会不一样 因为它的光影变化 会造成感觉不一样 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李明阳最新的作品 从旅游中取材 在不同的角度看见的光影 会让作品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特别的是 李明阳的作品 全部都命名为Story 希望能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 去定义自己的故事 各自有各自的故事 我原来是没有定标题的 是希望看的人自己 看了以后 根据他的感觉 然后有想出来他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看到的 那我有我的感觉 但是 我的感觉你不一定要知道 但是你观众你自己看了以后 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觉 这次的展览展出40多件作品 李老师的创作 技法新旧结合 互相混搭 呈现出这次展览的独特风格 以上就今天的TNews离伍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宝暖 祝您一切顺心 再会 感谢您的观众 点赞 订阅